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我们的面罩 然后将我们的主机按到我们的面罩上面 这个就很简单 只要这样子给它兑好就可以了 兑好之后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在这个主机里面加水 那么首先我们要拧开上面这个旋顶的这个盖子 盖子把它拔下来 拿下来之后 在加水之前我们看一下 这个主机里面有一个两个黑色的这个旋钮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是过滤棉 这个白色的过滤棉都是在这个旋钮里面的 那这个过滤棉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使用了N多次之后 由于我们里面加的一些水啊 或者是一些纯净水或者蒸馏水 使用过久之后 里面的过滤棉就会变成黄色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过滤棉拿出来 然后帮我们这个就是在收到仪器的时候这个过滤棉再放进去 拿的时候就很简单 就是先要把我们这个黑色的啊 旋下来 旋下来之后 将里面的过滤棉拿镊子把它拔出来之后 然后再将新的过滤棉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黑色的这个旋钮给它拧紧就可以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 你只要看它有这种黄色了 然后直接给它换就可以了 两个都是可以换的啊 同样的 那么在这个过滤棉换完之后啊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那么首先我们要往里面加水 加的时候我们是加的是纯净水或者是蒸馏水 是不可以加自来水和矿物质水的啊 那我们现在就给它加一点纯净水啊 加的时候不建议加的过满啊 我们可以加到 基本上就是与这个黑色的这个旋钮这里持平 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加到这里就可以了 不要建议加太满 加过水之后 然后我们将盖子旋紧 旋紧啊 那除了在这里可以加水之外 如果说大家觉得旋紧这个盖子比较麻烦 那么其实也可以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拧下来的啊 这个地方你看 也是可以拧下来的 然后直接在这里加也是可以的啊 这两个加水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啊 加完之后都是把它旋紧就可以了 啊 这加完水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要接通一下电源 电源线是在我们这个仪器的主机的这个后边啊 开关也是在这里 插上电源啊 插上电源之后 后面打开总开关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 打开我们的总开关 然后 按下我们前面这个按键啊 前面一共有两个按键啊 打开总开关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要打开我们这台主机前面的这样一个开关 点按一下就可以了 点按一下的时候 这个档位啊 我们这个喷雾的档位是直接跳到中档这里的啊 它是直接就是在中档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喷雾的档位是直接在中档 那么同时我们这个仪器啊 如果在下面看的话 我可以拍一下 这个底下的光的话是属于红光 啊 是这样子 红光的一个LED的一个红光的一个模式啊 这个红光的话啊 它主要的话就是美白嫩肤 然后呢 它促进产品的一个吸收啊 它主要的作用是这样子的啊 那同时的话 如果你想给它调换模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红光的模式 再点按一下啊 这个时候它就是蓝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个是蓝光 那么蓝光的话 它主要就是消炎杀菌啊 针对有痘痘的肌肤或者是油性肌肤来使用的 那如果说我们不使用蓝光 再点按一下啊 它一共是三种模式 那这个时候就是红蓝交替 啊 这个时候就是红光和蓝光交替这样的光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主要的作用的话 就是属于是敏感皮肤的一个正静 舒缓 退红 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种红蓝光交替啊 所以说这台清咬面罩的话 它一共是有三个模式 一个是红光 一个是蓝光 还有一个是红蓝交替光啊 是三种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根据客人的皮肤来给它选择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说过 一旦打开这个按钮之后 它直接跳 跳到这个红色的这个位置啊 它这个喷雾的档位的话 直接就是在中档 那如果说你想把它调到高档的话 就直接按到旁边 就有一个旋钮之后 有一个喷雾的这样的一个图标这里啊 点按一下啊 它就直接在高档这里了啊 喷雾的话就是喷雾的会比较大一点 直接就是高档的喷雾 如果你想把它调到低一点 啊 然后再按一下 它就会跳到低档啊 然后中档 然后高档啊 就可以了啊 那么一般在使用这个清养面罩的时候 我们是建议什么时候使用呢 就是在客人敷面膜的时候啊 因为客人敷面膜一般都是15到20分钟 那这个时候的话 在这个间歇的时间里 休息的时间里面啊 然后我们直接它把这个面罩照上来给它 使用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既不耽误客人的时间 然后也不耽误我们店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如果你敷面膜敷15分钟 那么你就可以给它清养面罩做15分钟 如果是20分钟 那清养面罩就可以只给它敷20分钟 这个是可以的啊 那么疗程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呃 根据客人他每次做面膜的时候 他过来做一个星期做一次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他有时间两到三天做一次 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清养面罩的一个安装以及使用方法 清养面罩除了我们正常使用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有一条这样子的啊 一个蓝色的这样子一个清养管啊 它是在我们仪器的这个主机的这个后边啊 是仪器本身是戴的啊 那么这个清养管的话日常使用的话 你可以使用它或者是不使用它都是可以的啊 平常如果不使用的话就直接这个管子放在这里 把它捧好就可以了 如果要使用的话这个是单独使用的 就比如说他在做这个清养的时候 然后建议客人就是在我们店里啊 因为这个店里他可以买一个那个氧气瓶啊 或者是呃 其他比较小的那种吸氧的那种啊 都可以的 然后直接连接在我们这个清养管这里 然后就是他在做清养的同时啊 然后客人可以吸氧 这个就是这个清养管的一个使用方法 当然如果说呃 客人不需要的话 那这个管子的话也是可以不使用的 都是可以的啊 不使用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主机这里 啊 把它放好就可以了 我现在跟客户在四里面 这样子就不会特别的暗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台仪器当使用完毕之后啊 我们把它按了暂停之后 这里面的水的话建议的话就是说 呃 如果说你使的时间比较长了 这里的水还没有换 那么建议的话就会两到三天 能够把这里的水换一次是比较好的 不要让它在里面时间过长啊 啊 那这样子的话里面的过滤棉就不容易黄啊 啊 这就是清养面罩的一个使用方法 咬一下 martyr Ọ 淀手 咬一下 您 iTunes Both